如果你看到这种情况 千万要记得不要用手去抠它出来 夹皮会连着那个颜色一起被你拔出来 会造成会有一种颜色不均匀的那种状况出现 哈喽大家好 又是我啦 近视那个捷径所能帮你的闻眉师 今天我们不讲画眉 不讲修眉 我们今天来谈一谈 闻眉过后的一些正常反应 很多人第一次闻眉的时候 他的头脑有很多的问题 他就会在想 啊 闻眉过后 会不会很深 颜色很粗 我的眉毛会不会变成蜡笔小星 会不会脱皮 啊 会不会敏感 有太多太多的问题在你的脑海里面 我听了 我也很怕 所以呢 我这一集呢 就来解答你们困扰的问题 会告诉大家 闻眉过后的一些正常反应 如果你是第一次闻眉的话 你过后遇到你眉毛有一些这样的反应 其实你不用担心 因为几乎每一个人呢 都会遇到一样的一些反应 不过也是看个人皮肤而定啦 OK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来开始讲 首先呢 就是刚闻好眉的时候呢 有一些人呢 他的眉毛周围会发红 呃 这个呢 你们不用担心 因为是完全很正常的现象 为什么呢 首先你们一定要知道 闻眉是怎样的一个操作 闻眉就是在你的皮肤上面 通过点刺或者是滑的那一个手法呢 把你的皮肤做成伤口 然后颜色进入进去你的皮肤 既然是有伤口的话 你的皮肤周围发红呢 是非常正常的 然后呢 就是一般上大概是几个小时 或者是有一些人呢 会比较久 几天呢 皮肤就会完全的消红 消肿了 所以不用担心 接下来呢 闻眉过后的第二或第三天呢 你的伤口开始慢慢的在修复 可是可是 就是呢 因为你闻眉的那个色料 那个色乳 在这一段时间呢 它会跟空气接触 当它跟空气接触的时候呢 那个色乳会被氧化 氧化的时候呢 它颜色会变深 因为颜色变深之后 你眉毛会感觉比较突出 在视觉上你会看到 诶 为什么我的眉毛跟之前 一开始闻的时候不一样了的 就会有这种问题 可是呢 这个也是正常的 因为你的那个色乳氧化了 然后呢 颜色变深变粗 感觉上 视觉上会有一点点 跟之前的不一样 颜色变深之后呢 过后接下来的第四第五天 你的眉毛就会开始结痂 什么是结痂呢 结痂就是好像哦 如果你可能刮伤 然后你跌倒 然后你跌倒的时候 可能你的那个膝盖会有流血 流血就会有一片夹皮 就是黑黑的夹皮 当然可是眉毛不会到这么的黑 就是呢 因为一样是伤口 所以它会出现薄薄的那个夹皮 就是你会看到它这样拖皮 这样 如果你看到这种情况 千万要记得不要用手去扣它出来 不要看到觉得 它在那边看起来很奇怪 用手去拔它下来 因为你这样子的拔的动作 可能 甲皮会连着那个颜色一起被你拔出来 会造成会有一种颜色不均匀的 那个状况出现 所以记得 千万不要用手去扣那一个甲皮 你只要让它那个甲皮呢 自己自然 它在修复的这个过程中 自己自然的脱落就好 不要用手去扣 同时间呢 就是在出现甲皮的第四第五天的时候 你的眉毛有可能会感觉到痒 痒呢 也是正常的 因为你皮肤在慢慢的修复 然后出现甲皮 你一定会觉得痒 痒的话呢 记得也是不要用手去做它 你可以呢 就是用棉花 然后呢 就是沾一点过滤了的水 然后去试浮它 把它浮着一下子 这样子就可以了 记得不要用手去抓 或者是去扣 OK 然后呢 当你的甲皮在慢慢脱落的时候呢 可能大概是第六第七天 就是你纹眉过后的一个星期 它甲皮脱完之后呢 你会觉得 哎 为什么我的眉毛的颜色这么的浅 就是当你纹眉过后 整个的那个过程 就是第一天 然后它颜色慢慢变深 当它现在甲皮脱了 你一定会 视觉上一定会觉得 哎 为什么又会比之前来的浅 这个都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皮肤呢 在慢慢修复的过程中 形成的甲皮 甲皮可能把颜色给带走 眉毛的颜色 就会自然变得浅 然后呢 可是你不用担心 可能在这一段时间哦 它会出现一些小缺口 就是呢 可能一些地方深 一些地方浅 还是可能我们有时候呢 睡觉的时候 那个一直会碰到眉尾的地方 那眉尾的地方呢 很快甲皮就脱完 所以的话就是 可能眉尾的地方会比较浅 所以呢 这一系列 都是纹眉过后呢 一些正常的反应 所以就是为什么呢 我们会要做第二次的补色 当你纹眉过后呢 一个月皮肤修复好之后呢 可以进行第二次的补色 所以我刚刚讲的东西呢 就是你纹眉过后 一个星期里面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如果你真的是有这种问题的话呢 不要慌 因为这些都是正常的 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 可是有一些人呢 皮肤比较不一样 因为皮肤个人的问题啊 可能他们结痂 那个颜色变深的这过程 可能会比较长 可能有些生是两个星期 或者到三个星期 一个月都会有 所以呢 都是看自己个人的 那个皮肤状况来定 可是呢 就是纹眉后 这一个月 在皮肤修复的过程中 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的话 都不需要担心 之后呢 我会做一个影片来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纹眉过后 你应该怎样保养你的眉毛 怎样做自我的护理 所谓啊 就是三分做七分羊 除了找一个很专业 很好的纹眉室以外 纹眉过后的自我护理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守 我接下来的影片哦 我也会继续教大家 画眉 根据你的脸型去画眉 那在这个影片结束之前呢 记得按赞订阅和分享 OK好啦 我们下集见 拜拜